是的 由于巫统党内两大派系的斗争日趋紧张 伊斯兰党主席纳杜斯里哈迪阿旺早前就宣称 暂停和巫统的议席谈判 目前只专注和土团党协商 那这一番话让国民共识犹如名存实亡 巫统主席纳杜斯里阿末扎西就炮轰 伊党和土团党独自展开谈判议席 违背了国民共识的原则 但巫统熟理主席纳杜斯里哈末摩哈莎却宣称 巫统伊党之间的议席谈判还在继续 并且已经有了初步共识 巫统和土团党之间 伊党究竟要选谁 难道立场更明确了吗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早前放话 由于巫统党内出现分歧 因此伊党决定暂停和巫统的议席谈判 现阶段将只和土团党协商 不过巫统熟理主席穆哈莫哈山 今天却否认这个说法 强调他对此事毫不知情 近期内将再和伊党 厘清彼此关系 莫哈山说他也是透过媒体才听说这个消息 不过他强调国民共识委员会 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会议依然照跑 而且双方还达成了合作方程式 初步确定两党将继续出征 现有各自赢得的议席 至于其他议席则看上届大选 谁赢得比较多的票数来决定有谁出征 但与此同时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似乎对伊党私自与土团党协商 议席分配有更多不满 他在接受前风暴专访时批评伊党 自行和土团党协商议席分配 此举没有获得国民共识的祝福 言下之意就是指伊党违背国民共识的合作框架 他强调任何在国民共识框架以外的协商 都将被视为不获得联盟认同 因此这类的协商都只是代表涉及者 并不代表整个国民共识 阿莫扎西坚信 巫统和国阵在来届大选有望成为赢家 拿回主导权 因此届时才不排除和任何政党合作 携手执政